我们先来看看 其实这个世界当然不是围着我们台湾转的 可是非常有可能是围着美国跟中国转的 毕竟他是东西两个超强的大国 我们先来看看习近平都说 异后经济各国去朝贡 要抢中国大陆的异后经济 而习近平的外交也动起来了 包括你看到他的所谓两大自主 外交上面的战略自主 还有货币自主 有一个指标大家可以来参考看看 那就是日本的外长林芳正 此刻正在北京访问 过去两三年 你看到日本作为美国的小老弟 他们关系很紧密 看起来日本跟中国的关系不太好 怎么搞的 林芳正到北京去 他到底讲了什么 他到底所求为何呢 我们先来看看林芳正 他有讲到一些话 主要是对于关注东海南海 以及台海稳定 表达了很关心 还有他也讲到 他重视香港跟新疆的人权问题 另外他就是要求中国大陆 释放被捕的五位日本国民 他们是被依间谍罪给逮捕的 还有包括半导体的事情 因为中美的科技战 日本也被扫到台风尾 我们来看看秦刚的反应 秦刚是说希望日本可以促手 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并且在所谓日本人被逮捕的部分 他说依法处理 另外他亦有所指 秦刚讲话也很硬 他说日本不应该为虎作娼 封锁只会激发中国人 自立自强的决心 讲的是半导体的封锁 因为现在美国在围堵 日本当然也加入美国的行列 所以秦刚就讲了 你日本过去曾经也吃过 美国封锁你半导产业的苦头 现在不要再为虎作娼 这个是秦刚跟林芳正的对话 另外我们看到接下来秦刚 接下来林芳正也会去见王毅 还有其他包括方方面面的一些会谈 到底有没有相见欢呢 我们看到法新社的说法是 秦刚其实还骂了走狗两个字 他说日本是华盛顿的走狗 可是正式的文件没有被隐去了 所以到底有没有讲 不知道 至少法新社发了这个独家 另外我们看到王毅 王毅即将跟林芳正见面 王毅说日本配合美国抹黑挑衅中国 是战略短视政治错误外交不明智 大家要注意了 王毅过去曾经是中国派在日本的大使 据说王毅的日文讲得非常好 他是知日派 我们来看看王毅其实早一步 他在博鳌论坛就跟前日本首相福田康福建的面 他说忧虑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可能会倒退 所以双方都有一些讯息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今天是4月1号对不起 两天前余人节那天4月1号 是中美军机擦撞22周年 大家大概记得 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有一名飞官 解放军的飞官叫王毅 因为跟美军的飞机擦撞了 那时候美国的军机受伤降落在南海 这个海南岛 王毅不见了 到现在找不到 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 这是一件非常耻辱 或者是生气愤慨的事情 过了22年 他们中国大陆可以看到 他们发起了一个再一次呼叫81192 请返航这样的活动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中在民间 在官方都在对撞 都在有一些交锋 接下来我们看到 我刚刚讲的仿中的一些大国 络绎于途 马克宏4月5号抵达北京 4月8号离开 习近平将会接见他 李强也会跟他见面 他会访问广州 除了政治上面的意义 表面上看起来 他包括马克宏 他是要希望中国对于乌尔战争 做一个调人 进一个大国的责任 可是骨子里很多人都说 这一次马克宏所谓何来 讲的是经济 讲的是市场 他带着一大票的精英企业要重返中国市场 而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大咖 他访中我刚刚讲络绎于途 像美国喊话包括你看到肖茲 这是去年年底 还有包括欧理事会的主席米歇尔 以及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西班牙的桑杰斯 刚刚结束在中国大陆的行程 4月5号就是马克宏了 还有4月9号是德国的外长 要访问中国 另外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是纽约时报的评论 他说欧洲这些领袖 针线坊中除了稳固经贸之外 要满足战略自主 因为作为跟美国的同盟者 他们需要有战略自主 而且向美国表明 他们在乎跟中国的关系 讲的除了在军事上的对抗 或者是围堵之外 在贸易上面在经济上面 他们必须要有他们自己的主张 跟维持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我们看到澳洲的州长 每一州也开始要排队 跑去中国大陆 要做一些访问了 而面对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 加拿大说我没有办法 很多我活不下去了 所以包括你看到的太阳能电板 电池板还有锋利螺旋机 我还是得从中国买 所以这个防堵战 这个贸易战还打得下去吗 来我们先请教亮哥 亮哥怎么看 那个 中国大陆事实上 对那个李芒正讲话 是非常不客气 是那有走狗吗 喂虎作仓 他的用语就是说 己所不欲物私于人 不要为美国喂虎作仓 那主要是因为 日本即将要加入美国 那个半导体制裁那个圈子 日本应该已经快要宣布了 我觉得也不能怪李芒正 因为李芒正是自中派 他听得懂中文 主要是岸田 因为岸田最近 他5月广岛开G7 他是主席 那他当然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 那日本人 很希望自己的国家领导人 有这个G7的 这个当家的那种派头 希望有那个威风 所以他最近不是去了基辅一趟吗 结果回来之后 民调升到最近的高点 他现在的满意度高达48% 那不满意度只剩下41% 所以岸田这场戏一定要走完 走完就是说5月 广岛G7 之前我坦白说 他跟中国关系一定是非常差的 那当然他这个路线 能不能撑到下半年 坦白讲很难说 因为今年有一个大的态势 对中国有利 因为今年全球经济 根据IMF的报告是 全球成长率只有2.2 平均 那整个东亚大概要回到4.5 整个东亚 那中国是5.2 印度是6.1 印度这么厉害 对可是问题是 印度的GDP只有3兆 是 中国是17.7兆 所以 那个IMF的总裁 那个George Eva 他就公开讲 他说中国 承担了今年经济成长 全世界的三分之一 然后中国 成长1% 东南亚周边 就会成长0.3% 所以你去想 这个所有的 欧洲国家为什么 落益于土 因为今年欧洲 非常糟糕 它的平均的年成长率 今年只有0.7 很惨 它比全世界2.2 它只有0.7 还少多了 0.7 德国是0.1 法国是0.6 你去想一想 它要不要去找各种源头 当然 所以我觉得主要是经济 那当然 它也知道 俄乌战争打不下去了 没有钱 比如说今天确定 德国的18辆的鲍尔来了 德国你承认 承诺给人家60辆 为什么只到18辆 原来只承认钢亏 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些东西 拜登也知道 他支持乌克兰 那450亿的援助 夏天就结束了 那接下来共和党不给 大规模的资源预算 所以你俄乌战争 总要有个头吧 所以我认为 因为桑杰斯 西班牙总理 他是下一任的欧盟主席 他7月就要接了 那马克宏 所以我认为这些欧洲人去 多多少少 坦白讲 就是俄乌要了解一下 然后希望 跟中国的经济做一点连结 那美国也一样 美国本来大家认为 他的经济成长大概有1.4 那结果爆发银行危机之后 一直下修 联合国甚至把他下修到0.4 比欧洲还惨 可是那个是联合国 我们如果用IMF的数字 他大概是1% 1%左右 所以你说 我坦白说 拜登也撑不下去了 所以我认为共和党 还有美国的企业界 包括跨国公司 包括华尔街 基本上就不太理拜登了 的确 前景看起来是蛮崎岖的 来 请教岳老师 是的 林芳正是知中派 然后王毅是有名的知日派 所以之间的对话 然后林芳正会到中国 其实是蛮值得讨论的 那么最主要 就是有关于日本现在的情况 不过我话说回来 中国是秦刚加王毅一起 对林芳正提出9点 非常具体的要求 而且我仔细看了一下 这9项要求 基本上对于一个日本 这么要面子的国家来讲 是非常受屈辱的 很直接 非常非常直接 里面讲的基本上都是 让日本人痛在心里 所以说我可以感觉得到说 这个日本人 因为我有个同事是日本人 我比较在开会的时候 就了解他们是真的 还蛮要面子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 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法新社讲到 那个走狗的问题 我查了一下 就是中国本身是 就为虎做仓 他这个仓应该叫做死鬼 他把它翻译成 翻译成叫做走狗 所以法新社翻成走狗 对 我跟你讲 那些法新社的翻译 都是一些洋金帮 就是对成语都不太熟悉 非常有可能 大概就是我们 现在学生这个程度 所以说他们认为 其实我觉得这个 翻译成走狗还好一点 翻译成死鬼的话 那可怕问题更严重了 不过就是这样子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我要稍微强调一下 这个王伟的事件 2001年的时候 发生事情的话 在大陆激发了 非常大的一个民族主义的情绪 而且换而言之 我直接讲 2001年王伟的事件 发生以后 是一个分水岭 从大家开始觉得说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因为美国表现得 非常非常的巨傲 就是说是后来被逼的 要停下来 停下来 在南海的一个岛上面 停下来 然后里面东西的话 当然我不晓得有没有 但是大陆提不上 PC3 PC3是一个侦察机 对不对 所以说这里面的话 就是说有这个纪念 然后到现在这个阶段 因为这里头 你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陆非常容易鼓动 他们的老百姓的团结 而这点刚好是 西方或是说 美国是最困难的地方 因为连蔡英文去 都有美国人 对着蔡英文大喊 你不要把战争 带到我们的国家来 你滚出去 这个是超级难看的 我们看这个视频 放了好多次 然后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我在想起 克林顿讲过一句老话 就是说笨蛋问题在经济 那实际上的话 刚刚亮哥提了很多的数字 也就说明 我对欧洲非常熟 欧洲本身 以前之所以骄傲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的社会 非常稳定 是大家羡慕的对象 观光也好 生产也不错 现在这一切都因为欧武战争 通通都结束了 所以欧洲现在产生的情况 要讲最惨的 大概是法国 因为法国 英国是经济差 法国是社会经济政治三差 那还得了 是 英国还负成长 英国更严重了 英国是经济差 但是法国是乱的 垃圾已经两个月没收了 我有朋友住法国 他说现在到处都是垃圾 堆的快要比巴黎铁塔还高了 总量如果你把它堆起来的话 已经比巴黎铁塔还要高了 不可想象 来请教笨格 所以马克宏为什么要急着去中国 他总要弄点好消息回来 他要安定一下人心 这也是他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他也要维系他的政权 可是虽然 这个王毅是告诉福田康复说 忧虑 中日之间关系会倒退 我觉得不用忧虑一定倒退 这百分之百 这没什么好忧虑 因为这又不是日本 自己能够做主的事情 因为美国就是叫你倒退 那日本难道能够前进吗 所以我觉得两国之间开始冷却 甚至倒退是必然发生的一个结果 只是日本想要退的比较漂亮而已 他想要退的尽量不要去得罪中国大陆 那不过 范欣色这个我也同意刚 因为老师讲了 我才不相信在正式的外交场合 会议纪律的时候 会有走狗两个字在得了 应该不是中文的走狗 喂虎坐舱 这个他的原意 秦刚是讲喂虎坐舱 因为你要懂中文的讲 这个人走狗等于是骂人 外交场合为什么有骂人 你这种东西出来 那两国还谈什么就回家吧 虹是死掉的灵魂 老虎把他拿来 就是死鬼的意思 所以我就觉得中日之间 未来不会乐观 也不只是中日而已 我觉得中韩之间恐怕都会倒退 因为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只是问题是 对欧洲这些国家来讲 现在中国大陆是他们救命的一个稻草 他一定要去抓住他 不抓住他们自己的经济可能就完蛋 其实不要看欧洲这些国家 我们台湾自己好到哪里去 上个礼拜 陈建仁在回答立委咨询的时候才说 我们今年有希望保二 有希望 绝对不保 刚刚亮哥已经讲全世界平均是2.5 我们比全世界平均还要低 所以台湾也不好 那我们台湾现在自己的状况 也不好的时候 还在那边搞一些意识形态 赶快去拼经济才是最重要 是赶快拼经济 经济才是问题 笨蛋问题在经济 刚才我们任老师也讲过了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经济问题 美国必须还是这样讲到美国 因为美国还是全球最重要的国家 几乎是 各国现在在抛售美债 中国大陆的学者就说 人民币的国际化要兼顾 稳和净 什么意思呢 大家都说现在在去美元化 人民币要起来了 要崛起的变成另外一个结算的机制 可是必须要站的稳 然后慢慢往前进 这是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 他说的 现在美债各国都在抛 当然跟恶物冲突事件中 美元被拿来做武器的结果 你把美元拿来做武器 大家就抛它 大家不信任它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各国政府 投资者因为风险 所以会把美元 还有西方阵营的货币 持有比重会往下压 包括美元 包括欧盟的钱币 都会把它持有的比重都会往下压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所谓的 人民币国际化的稳和净 是什么意思 持续推动在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交易中 使用人民币作为计价的货币 这个过去在新闻大白话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推人民币结算 已经建立了31间的清算所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默默在布局 这个稳跟进的意义 另外沙烏地阿拉伯这个国家 过去我们也讨论过了 因为它非常重要 现在作为过去美元的一环 或者是美元石油的重要的一个地位 它现在去美元化已经进到了2.0 这是Financial Times说的 过去为什么可以美元石油这么的稳固 石油美元这么的稳固 那是因为三角制衡的关系 哪三角呢 包括以色列与阿拉伯 以色列与伊朗 沙国跟伊朗有矛盾 那中间就是恐怖平衡 美国在做这个杠杆的恐怖平衡 可是现在因为中国大陆的介入 北京让沙烏地阿拉伯以及伊朗握手言和的美元 还被需要吗 我们再来看看沙国的去美元化之路 美国的债务货币化 进程将在一段时间内慢慢的加速去美元化 另外对国际去美元化 它就会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效果 我们看看OPEC Plus大减产 油价现在在飙 过去乌俄战争一段时间来看 油价起起伏伏 美国曾经要求OPEC OPEC Plus大减产 请他们减产 那个时候还记得吗 沙烏地阿拉伯说 No 我不要 可是现在它进一步减产 一天减少116万桶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沙烏地阿拉伯到底在想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同样的是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它说这一次沙国领头减产的动作不寻常 可能会导致沙烏地阿拉伯跟美国之间的 更进一步的矛盾跟争端 那如果说美国之前 这个是消息人士不愿意透露信息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一个消息人士说 因为之前美国有承诺说 如果油价下跌 他会把这个沙国的战略除油买进来 可是白宫上个礼拜又改口不买了 所以沙烏地阿拉伯非常的生气 而现在沙烏地阿拉伯正在制定独立于美国经济战略 结交中国OPEC Plus 还有更大的定价权 所以沙国在做的是什么 先发制人 我先下手为强 你可以看到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叙利亚过去十多年 这个国家战乱不断 美国也对他轰炸 现在沙烏地阿拉伯居然计划邀邀请 叙利亚的总统阿塞德 出席5月阿拉伯国家的联盟峰会 这个也是很不寻常 因为阿塞德对美国被美国封杀 对美国来说他就是一个集权 他就是一个屠夫 所以现在沙烏地阿拉伯国家居然要求他 邀请他出席这个所谓的联盟峰会 我们看到叙利亚代表团启程 前往莫斯科参加俄序土一 副外长级的四方会谈 这个包括了俄罗斯 叙利亚土耳其跟伊朗 副外长的四方会谈 所以美国外交现在是彻底失败了吗 这些国家 他们都有丰富的资源 尤其是在石油跟天然气上面 我们先问问看亮哥你怎么看 中东是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有页岩油 所以他也不再是石油的大买家 他大概从沙特阿拉伯只买了6% 中国大陆平均 几乎每一个国家 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 包括伊拉克 包括伊朗 中国大陆买了都超过25% 所以他就是最大买家 而且这些中东国家 又有很多制造业上的需要 还有基建的需要 那甚至于有一些国家 跟中国买武器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历史机会 让中国突然之间 在中东变成各国所需要的伙伴 那美国自己也在撤军 美国现在在叙利亚只剩下1000人 那其他国家都撤军 基本撤军 那叙利亚留那个军队 在那边给人家偷石油 偷石油 因为叙利亚的油框被反对派占领 那美国帮他防守 然后美国每天游罐车运走 有人统计 美国从叙利亚偷走的石油 高达1050亿美元 以正义之明心偷窃之实 他为什么没有撤这1000美军 就是因为有必要 因为有钱可赚 这样真的很糟糕 所以我跟你讲 现在的中东就是 中国跟俄罗斯的力量 在协调各国和解 因为叙利亚是亲俄罗斯 所以伊朗跟沙特阿拉伯 看中国的面子 所以现在等于是 中俄的力量进场 所以正在搞多边的 各式各样的双边的和解 对 那坦白说 在旁边看的心慌慌 就是美国跟以色列 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纳坦雅胡自己也先入危机 纳坦雅胡自己会不会下台还不知道 可能 现在大家还在怕说 纳坦雅胡会不会为了救自己 结果就去打伊朗 不知道 制造分端 就是外部化 是 不知道 太乱 所以坦白讲 现在的国际局势真的是有点乱 是 所以你去听那个李强 他在博鳌论坛的演讲 他的题目很有意思 他说这个不确定的世界 中国希望作为确定因素 所以他要推和平稳定 他要继续推多边的改革开放 那继续要推全球治理 然后继续推各国文明的交流 你不觉得这些是第三世界比较听得下去的 是啊 天下大乱对很多人来说 那美国就是美国优先 他才不管你 他就撤军 中东其实很乱 美国就走了 你要叫人家怎么办 对这个车军的慌乱 我们才刚刚看完而已 所以天下大乱 局势大好吗 这个未来我们的世界可能有大变化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来请教岳老师 怎么看现在的这个世界变化 我们这一节里面主要讲的是世界的财经 财经的问题 世界财经的问题就是一点 就是美元 美元是世界的麻烦 这个不是我讲的 这个是尼克松那个时候在1970脱离金本位的时候 他的财政部长叫康纳利讲的 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 但是是你的麻烦 那现在这个问题出来了 我告诉大家要稍微了解一件事情 因为大陆现在要推人民币国际化的话 为什么要强调吻合镜 因为大家实在是原来在几年前都不发想象的事情 你要我们这个岁月长大 不要说是在这个刘美人的旁边 就是大家认为说天堂就是美国 那个钞票天堂如果有钱 那也是美元 就这种感觉就是 这个才叫坚如磐石 这个真的是 那么现在的话 然后美国现在美元出现的消息的话 就是说叶伦可能说到了2033年 十年内要把他们的举贷上限 要拉到51万亿 请问我刚刚的话利用广告时间看了一下 美元在今天台湾的会价30.45 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美元还是不会下跌 但是美元发行如此泛滥的结果 它没有下跌的主要原因就是 美国到处拱火 到处叫你打仗 那个沙兔阿博现在终于看明白了 如果说美元有一天垮了 你国家只剩下唯一的资产 全部变成美元在手上 完全没有用啊 所以现在沙兔阿博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说 他要发展他的国家 他要拥有基础建设 他要能够有各式各样的这种 什么铁路高速公路 或是什么地铁什么都好 因为这样子的话 那他们换的油 就要拿去换的这些东西回来 目前为止 中国的人民币的国际化有三项优势 第一个就美国乱搞了 因为大家发觉 整个中东问题就不打仗 中东问题一不打仗 那大家就不需要 世界只要有个地方打仗 原则上 如果他这次不是惹到俄罗斯的话 大家一有战乱 马上就到美国去 钱就到美国去 那第二点的话 就是中国现在只有跟他 初超比较大的国家 就是说 他要买油 入超了比较大的国家 就是初超比较少的国家 这样的话 用当地的货币 他们相互计算 这个也是使得 去美元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然后第三个最重要的是 大陆自己本身的话 在目前为止 为什么要强调稳呢 就是稳的原因 就是说 大家突然一下转变 对于美国来讲 这个是最重要的 美国霸权的核心 美国霸权有三项 就是美元 美军跟美国梦 没有美元的话 美军就不打仗了 如果没有美元的话 如果美元没有今天的地位的话 大家没有人要做美国梦了 所以目前为止 大家发觉 这里面所强调的主要问题 就是中东的国家 中东一旦有了和平 中东一旦的话 就是说 他们会稳住自己的正脚 能源 因为全世界上主要三个产原油的国家 就是俄罗斯 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 那他们现在跟中国都好的要命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说整个用人民币作为交易的 主要的货币的使用 不但是 不是这个事情是不是 中国一国期待的 或者说想要的 这个是大家 所有人都会发觉 只有这样子 那个世界的经济 才能够找到定毛的货币 那如果说是美国自己在那边 把自己美元的地位 就是动不动乱印 动不动乱印 我现在问大家 那在美国当中的话 听说有钱人都跑了 什么人喜欢去美国 非法移民喜欢去美国 那这样的话 此消彼长下去还得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要了解一个事实 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 是一个众望所归 绝对不是一个单独中国自己在想 这不可能的事情 这应该就是因缘具足了 实习到了 所有的条件 原来是以为不可想象的事情 现在可以想象的 因为我刚刚说过 我们小的时候 对于美国的钱 因为我们见过 我们见过美国人的那种 那种富裕 那种嚣张 那种各种情况 我都说了 反正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是 有没有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 看到一个大国的陨落呢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 最后请教兵哥 我觉得整个国际局势演变到现在 美国真的应该要持续思考 就是美国到现在还一直想说 我用经济封锁 用制裁 国际制裁 然后想办法拖垮一个强权一个国家 你有没有注意到 美国最近这十几年执行这一招 好像到最后都失败 像伊朗被他制裁那么久 伊朗现在好像快要重新 重新活起来 北韩也没死 北韩到现在每天还在射飞弹 所以我觉得你的整个策略 是不是出现问题 那美国自己要去考量 那至于说刚刚前子提到说 我们会不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就看到大国陨落 我个人是认为不太可能 因为第一个美国美元这个体系 已经存在了这么久 而且它跟全世界各国都有联动关系 你知道如果它突然之间陨落 是全世界都要完蛋 大家要一起倒霉 所以我觉得不至于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现在美国只是出现了一个破口 这样人民币开始有一个舞台出现 但是你要它去替代它 你别的不要讲 光是中国当中它自己内部的法规 都还没有修改之前 它怎么跟国际接轨 它根本没有办法去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一条路还很漫长 只是美国人自己 也没有办法去警惕到这一点 可是看起来美国是没有 因为就像院老师刚刚提到 他居然准备要直接举债到51兆了 你开什么玩笑 我觉得这种恶搞式的金融 你只会加速让你的欧洲盟友 持续脱离你 因为跟你在一起太危险了 你完全是以零为祸 完全是把你的痛苦建立在这些盟友的痛苦上面 那我觉得美国这样的恶搞式的做法 其实到最后一定会反噬美国自己 实际上美元今天会走到这个地步 出现这种危机 也是因为他们过去这几十年来 不断恶搞的结果 如果美国稳扎稳打 像你说的中国大陆要稳和静 如果美国能够抓住这个的话 美元怎么可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所以我真的觉得美国人自己要去反思 为什么大家觉得说我是为了美国好 不是 因为台湾几乎所有身家姓名 全部跟美国绑定在一起 都联动了 因为美国如果完蛋 台湾大概首先要完蛋 所以真的拜托 至少为了台湾的生存 美国人争气一点好不好 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 我是钱子介绍这一个小时的来宾 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 大家平安 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院举正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是资深媒体人谢寒斌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观众朋友 我们来关心蔡总统抵达我们的友邦访问 现在来到的是南美洲的国家贝里斯 他也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 演奏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歌 对方也出动了军礼来欢迎 今天晚上在当地会宴请乔包指的是蔡总统 明天要到贝里斯的国会来进行演说 而前一天当蔡总统在瓜地马拉访问的时候 要离开的时候 我们看到瓜国的总统 黎晴依依还深情的告白 我们中华民国告白蔡总统讲了一番话 我们来看看贾麦代总统他讲了什么 好大家听到了瓜国总统 他说了我们台湾是唯一的中国 尤其坤院长他这样回应了 他说因为我们是使用中华民国跟瓜地马拉建交 所以瓜国总统讲的中国 就是中华民国台湾 没有什么特别意思 为什么尤其坤会特别跳出来解释这个 我们听起来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他觉得奇怪 是因为这一句台湾才是真的中国 被民进党政府认为是一块 像是鱼骨头一样 梗在喉咙 要吞下去也不是 要吐出来也不是 来我们来看看 唯一且真正的中国 这句话出自刚刚瓜国总统之口 他原文是用西班牙语讲的 那在瓜国的官网上头的英文翻译是什么 The only and true China The only and true China 这句话对我们的民党政府来讲 会觉得很不情愿 不敢玩 怎么会说我们是中国 这是瓜国的一中政策 我们是对他左右为难 到底要不要接受呢 把台湾称为中国 所以台湾真的是很分裂 大家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很诡异 也很奇特 如果在其他国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先来看看蔡总统 这一周他过境完了之后 其实重头戏是到美国过境 访问完贝里斯跟瓜里玛拉之后 大家都知道真正的重头戏是在洛杉矶过境 到底有没有可能 见到美国的众议长麦卡锡呢 那到时候解放军 中共阿共阿共阿 会怎么样来报复呢 这是很多国际政治专家都在看的 或者是说台湾人民 我们台湾人也会担心的事情 我们来看看国安局局长蔡明燕怎么说 她说不排除解放军 到时候会在台湾周边的海上和空中集结 不过话又说回来 先不要讲这么紧张的事情好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次 所谓的蔡总统过境秀 或是过境外交 历届总统其实都有 包括从这个我们的李登辉总统 陈雪扁总统一直到 这个马英九总统都有这个所谓过境外交 在美国到底谁略高一筹 或者得到的待遇比较好 我们先来看看10年前 2013年的马英九总统 跟2023年差10年过境美国 包括会见官员的层级 会见的方式下榻的饭店 跟企业界见面 看起来都是马总统 在2019年那次的访问是略胜一筹 换来的是比过去更低规格的待遇 讲的是说如果我们要冒这样的风险 包括解放军可能在台海周边上空集结 如果我们要付出这样的代价 但我们到底得到什么 这是我们要问的 我们到底得到什么 面子里子如果都没有的话 何苦呢 何苦来栽呢 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蔡总统 他过境纽约的时候被称为 是神秘的特别的嘉宾 为什么会这样讲 就是他在哈德逊研究所演讲的时候 那个邀请函 没有提我们的蔡总统的姓名就算了 抬头也没有 都算了 连名字都没有 写说一个特别的嘉宾 这是在搞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矮话台湾 要不要抗议 那另外我们看到旅美学者林环强 他一直不断的追着蔡总统的博士 学位在打的这个美国学者 他爆料 他说我国的巨美 我国驻美的经济文化代表处 一直以来从2017年开始 都每一年都会捐至少10万美元 约合台币300万元给一个智库 那个智库就是哈德逊研究所 所以林环强的意思是说 蔡总统去那边演讲 那是因为我们捐钱 外交部有回应 外交部针对林环强的回应是说 这个奖项的意义啊 因为蔡总统有被颁发一个奖项嘛 他说这个奖项意义很重要 这个是有心人士恶意扭曲哦 这个就是哦 这个认知作战 所以要谴责 另外我们刚刚讲到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他回程经过LA 经过洛杉矶的这个演说 在这个雷根图书馆的演说 这是最重要的 有没有可能最后被取消了呢 洛杉矶的侨胞 有人据说他知道内情 他就跟媒体讲说 不会取消啦 演讲会如期举行了 可是美国有可能 不会对外确认有这个活动 就低调的安安静静的举行了 大概意思是这样子 弦外之音是这样子 那未来事情会怎么样 不知道 不过过两天就知道了 先问问看两个 两个你怎么看 这个瓜地马拉总统很妙 说台湾是唯一的中国 以民进党的DNA 或是民进党的看法会说 被讲中国 好像吞不下去 没有这个 台湾应该担心的不是这件事啦 瓜地马拉6月25号要改选 所以小代卖他任期今年就结束了 那瓜地马拉如果败选 搞不好会跟台湾断交啊 这个是今天金融时报的特稿 他今天就讲说 4月30号巴拉圭要选举 如果反对党获胜 那有可能跟中国建交 那6月25号就是瓜地马拉要改选 我看这个才是台湾才要担心的吧 他叫你什么你管他的 小英说要跟他建立三千年的友谊啊 对不对 所以你紧张这个干嘛 我们大概从那个玛雅时代 就一路跟他建交到现在吧 这样恐怕还不止不到三千年啊 玛雅时代我们台湾上面是原住民吧 我跟你讲那个小英在美国的时候 我认为真的有受到压力 所以非常低调 我讲的是我们的外交单位啦 你看他到瓜地马拉 一天就写了四个脸书 他在美国为什么不写 对不对 比如说哈德森他确实有演讲啊 为什么演讲的全文不能让大家看 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是我们自己的总统 自己演讲的内容 为什么不能给国民看呢 我觉得这一定是美国说 一切都低调低调低调 然后你在纽约下飞机 纽约机场是常常有贵宾经过的 所以你要你要出个红毯也很容易啊 为什么连红地毯都没有 一定是人家说你就是低调低调低调 过境嘛 不是有一个短短的红毯吗 我就说你不是正式访问 所以你就低调低调 因为连乔宴当天 纽约市长也不在现场 纽约州长也不在现场 我相信我们做外单位 一定都急着打电话 因为我知道他们都非常优秀 所以这个根本不是台湾的问题 就是拜登 拜登他变心了 拜登变心了 就是说你突然之间想把台湾拿去向中国大陆示好 我讲白了就是这样 这个跟我们外交单位真的没有关系 这所有该注意的细节外交单位都知道 结果那天乔宴只有纽约州的州长来 跟民主党的少数党领袖 那个Hakim Jeffrey也见面 在桥宴上 我们讲了 可是不是正式讲 结果Jeffrey办公室不证实 怎么会有这种事 你又不是行政官员 你只是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 有这么敏感吗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这种 民主党的这种 我觉得也不止民主党 你看那天他在Hudson的智库 那个蓬佩奥就突然没有来 蓬佩奥没来 他是研究员 结果他不在 所以我觉得 坦白讲这个绝对不是说 我认为总统府外交单位都没有错了 我相信他们当天也急着打电话了 可是拜登就是 哪里去跟别人交易了 这样我们真心患觉情 怎么可以这样 你从这里才看出 美国灯的尖若磐石吗 我昨天听到一个朋友讲说 这个叫尖若盘子 尖若盘子 哪里去跟别人试好 所以接下来去加州那个行程 我相信雷克因图书馆的演讲 应该还是有 因为那个是我们要讲话 重点是美国人谁来听 那目前就是你看 现在对外就听到了说 众议院那个对中共 那个战略竞争小组 那个召集人会来 那个叫Galaguer 那个坦白讲就是麦卡锡的小弟 问题是麦卡锡会不会来 重点在这里 所以昨天为什么 廖达齐教授就会说 可能还是会通个消息 可是搞不好变成视讯 在加州视讯 那个是你的选区 我们是专程跑去你的选区 我们牵你条条 来你的地盘 结果你跟我视讯 当然我不知道 我当然希望麦卡锡到现场 那我的意思说 现在我们就一切都处于 不确定当中 我觉得总统府那个回应也是真的 金融事报写的也是真的 彭博啦 彭博写的也是真的 彭博就写说 这个拜登就希望安静一点 不要闹得太大 那他就直接写了 彭博就直接写了 说麦卡锡可能不会出席 那我们总统府就说 我们很谨慎的在联系当中 可是麦卡锡本来要来台湾 现在连我们到美国的国土 他都不出席 这样说不过去 我当然认为说不过去 那坦白说这个就是 你就看出美国政府当他要 要热要冷 他可以极端到这个程度 马英九 阿伯也去过纽约 他也去证交所敲钟 是我记得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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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英九也有见过纽约市长 所以我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 那就因为你拜登做到了 就有点矫枉过正 就是你民主党的州长市长都不要出现 那坦白讲麦卡锡是共和党的 共和党又要不要卖你面子 这个民主党不一定能左右 可是你可以看到 连少数党领袖都低调成那个样子 对啊 而且我看到我们总统府好像也没有敲锣打鼓 说见到少数党党魁 也没有讲 没有啊 也没有 就只有转述而已 照理说你见到少数党党魁 因为你会整个发新闻告 说我们见到了不要说我们这个什么见不到 不要说什么我们规格低 而且这个没有敏感性 都没讲耶 那个手术党领袖是没有敏感性的 是啊 这个真的不行摇头 来 兵哥 其实我觉得看了蛮难过的 毕竟蔡英文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 所以你现在去被人家对待 特别是大家记不记得 马英九要出发之前 他们怎么酸了 说马英九多低规格啊什么样 讲了一大堆 结果看起来你的规格比马英九低多了 而且不只是比马英九去中国大陆的规格低 连马英九去美国你都比他的规格低啊 那到底怎么回事 之前不是一直跟我们宣称台美关系史上最佳吗 现在看起来如果以这次的规格来说的话 台美关系史上最烂 不就是这样吗 很明显啊 整个被人家压着打 那在我看来是非常明确的就是 美国直接跟老共讲说 台湾我有小弟 我叫他干嘛就干嘛 我能够展现我的影响力 我叫他低调他就要低调 我叫他什么事不能做他就不能做 我展现给你看所以你要不要跟我谈呢 我觉得就变成这样子啊 那请问一下我们的国歌跑到哪里去了 然后刘希邦无聊到对瓜地马拉讲我们是唯一的中国 这个东西你都要去解释有什么好解释的啊 我们宪法就是这样写的啊 不然是怎样 不然呢 而且只是瓜地马拉这样一讲之后把民营党的谎话戳穿了嘛 也就是民营党大家记不记得 蔡英文一直讲说我们要推行双重承认外交 人家没在跟你说我们的友邦直接告诉你 我承认的就只有一个中国 那个中国叫中华民国 就是这样人家直接告诉你啊 那可笑的就是我们的友邦都讲出中华民国来了 我们的总统到现在没提过 你到底是不是中华民国总统 你到底去干嘛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讲个难听一点 我觉得很丢人啊 好像到最后被黄黄如上家之犬 到哪里都被人家打压 这样是对的吗 这样这一趟出去到底是去 到底是去巩固邦誼还是去到处丢人 我就不知道 那连林环强讲这个东西 你看外交部 外交部其实等于是承认耶 他不是否认耶 你看外交部讲说你们这有心人是二一扭去干嘛 可是林环强讲的是什么 你每年有捐十万美金 那你就直接 你没捐你就直接讲我没捐过啊 那你为什么不讲 表示有嘛 就这么简单嘛 你不敢针对问题回答嘛 那我们其实我也必须帮蔡英文讲话 这个也不是蔡英文的时候开始 其实一直都是这样 蓝绿都有 对蓝绿都有 我们一直都有对美国这些智库捐钱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你就承认嘛 这有什么 那台湾的外交困境本来就是这样子 大家都心里很清楚 但是不要碰风嘛 现在是碰风到难看 我说真的 我是真心希望 不管是雷跟图书官也好 不管是麦卡锡也好 最后还是能碰面 因为这至少给我们台湾保留一点点尊严 如果这两个都见不到 我是直接建议蔡总统 如果美国对你这么糟糕 那你美国就不要去啦 还过什么境不要过境啦 就直接随便南太平洋 我们还是有几个邦交国 虽然很小 我们从那边回来吧 对啊你干嘛要经过美国呢 真的帮台湾留最后一点面子 拜托 真的啦 这个再怎么样 蔡英文总统不管你喜欢她 或不喜欢她 她代表中华民国 她是我们的总统 被这样对待 真的很心痛 前者你这样讲说 就是因为蔡英文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然后她就必须被羞辱吗 她难道自己没有一点主动性吗 这个李登辉有一次的时候 就受到五路的时候 穿着睡衣接见美国官员 穿着睡衣 李登辉还是比较厉害的 外交场合只有现实利益 没有什么道德 什么坚弱磐石 还有什么关系最好 首先第一个 那个游锡坤讲的话 根本就是外行话 他讲的话完全就是 不晓得这种人 怎么可以当立法院院长 因为他自己当了 他领了哪一国薪水 这是第一个问题 他讲这个话当中的话 这个话希望他自己 在关在屋子里讲讲就好了 居然被人家知道了 那还得了啊 你都不承认自己宪法 你还当立法院院长 这个第二点的话来就是说 为什么马英九比蔡英文 风光的多得多 答案非常简单 刚刚亮哥讲说 是外交人员很优秀很辛苦 外交人员没有立场 优不优秀都一样了 换谁都一样了 我们三个去照样一样了 照样没有差别的 那个钱子可以当发言的 戴上我 我原来在国外住的时候 外交在那个时候的 当地的大使 号称大使 就跟我讲说 外交人员没有立场了 当然 然后你看大陆住在 我那时候住在欧盟 住在比利时的时候 他们表现出来的态度 就是一定要跟美国看齐 我们这边外交人员 基本上他们 就是跟我们学生 来打打羽毛球了 其实他没有什么事做的了 说良心话 接待一下记者 记者也会去 我告诉你 就是说 马英九之所以有这种待遇的原因 就是因为老公对他有信心 就这么简单 那蔡英文现在被侮辱的话 非常明显 就是因为老公对他没有信心 然后警告美国 你要是给他乱讲话 就是麦卡锡的事情也是一样 原来我就认为说 麦卡锡是最简单的 对不对 他是加州选率的 结果现在都没有了 基本上都没有了 至少不发布 也不承认 那还得了 是 我们再接他去看看 因为他现在人 我们蔡总统在贝里斯 那两天之后他会过境 我们再看看事情怎么发展 对不对